房地产业本身是有规律的 经济也有规律 谈到房地产的发展 人们都知道中国楼市泡沫的理论相当的声音强烈 有一些专家专门吃批房地产泡沫的饭 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讲的是错的 多少年以来就不断的在讲 房价会下跌 楼市泡沫会破灭 实际上是年年在涨 这些专家没有说准过 我这里打出来的是人民日报 1989年的这一篇报道 这里面提到的是北京的房庄 价格达到了1600块钱的时候 人们高呼它是泡沫 是要求国家要调控 24年前的事 现在24年过去了 房庄那个房子二手房 卖到多少钱了 卖到4万块钱了 4万块钱和它那1600万一厨 差不多正好是上涨了24倍 24年上涨了24倍 这些说是中国楼市泡沫的专家 他们的基本论点就是用国外的东西来类比中国 把日本美国迪拜 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直接拿过来 我把它叫做东风吹的游人罪 错把中国当外国 中国不是外国 中国的情况和这些国家和地区并不一样 龙永图在和我一次对话节目中说 中国的城市化率是100年前的美国 50年前的日本 40年前的韩国 因为我们就是处在人家发展的那个阶段 而不是现在 而在别的不说 50年前的日本是什么时候 是60年代 60年代 日本的经济一片发达 60年代 日本人雄心勃勃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 而我们恰恰是在今天 我们也提出了个收入倍增计划 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出奇的相似 日本出现问题是在90年代 90年的初期 因为这个80年的末期出事 那么离他在50年前 这个还有二三十年 这个我们中国也是刚刚走到这样一个阶段 你说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 他会得老年病吗 至少现在不会 为什么说十五六岁 我们房改到现在才十五六年 真正的住房发展就十五六年 在这之前老百姓是缺房子住的 到30年之后 我们小心我们得老年病 而现在肯定是说早了 我们再回到房地产周期的理论 房地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 也是呈现这样一种门格列夫 这个曲线这样一种周期趋势 一个周期分为四个方面 四个步骤 第一复苏 第二成熟 第三衰退 第四萧条 而根据这个周期理论 我研究的结果 也是实践证明的 是我们已经经历了四个完整的周期 最近这个周期 是从这个98年到2003年 再由2006 在2005年 再从2006年到2010年 这样的两个发展 低落期 我们已经经历了 2011和2012年 那么从周期规律来看 我们今年房地产业 应当进入到一个发展期 而现在的市场表现 也明显地支持了这个理论 历史上印证了中国的 这个房地产周期期到7年左右 这个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一种表现 而中国经济 有没有周期 也有周期 中国经济 从低谷期到高涨期 需要一次走过这么四步 而这四步也不能颠倒的 这在朱总理时期 和在温农理时期 都已经有过这样的事件 第一步是政府加大投资 环节经济萎缩 朱总理时候搞了3万亿 温农理时候搞了4万亿 当时都是不得已而必须要搞的 我并不认为4万亿是错的 我认为4万亿之前的打压 和4万亿之后的打压是错的 第二步 楼市顺先启动 带动经济发展 在朱总理推动了3万亿之后 第二年就开始启动房改 而住房制度改革 推动商品化 就使了楼市启动 余政生当时起了很好的作用 而这一轮 4万亿之后 又是一轮房地产启动 但随后就是打压 所以走到这步就走不动了 这是这次和上次的不同 第三步是需求拉动生前 企业在线生计 随着经济的旺盛 随着内需的旺盛 拉动经济 制造业 逐渐在当年的2003年 2005年那个时候 就很旺盛 但是股市还没有起来 到第四步 股市结束低迷 逐渐进入牛市 这是在2006年发生的事 那么07年 冲高到6124年 中国的经济 十年一个周期 每次都要经历 那么四步 从低谷走向高涨 如果违背这个周期 如果硬行的 要搞十大振兴产业 直接把制造业拉出来 而不是要靠内需去拉动它 反而要打压内需 来抑制这些产能的消化 于是就出现了十大振兴产业 全成了过剩产业 你还不如不搞这个十大振兴的 你多丢人 这个所有的振兴产业 现在都是处在一个 叫过剩和从组的状态 那么股市呢 股市这时候当然好不了 这个前几年 我们不同意一些专家 讲的这个牛市说 还有人批我们 我认为这些年 一律都是个熊市 为什么 因为根据上一轮的规律 我总结出一个 八年低迷两年望 这样一个股市的规律 叫二八定律 现在低迷了五年 还有几年 还有三年 现在人们信了 因为一看现在的股市 这个德性 认为今年没戏了 明年恐怕也没戏 等到实际 你上市 你上市公司业绩不好 你股市凭什么上得去 所以这我就得出了一个 叫狗市的理论 狗市说 股市是穷市还是牛市 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是狗市 狗市跟着主人跑 主人出去走一百步 狗能跑一千步 但是跑来跑去 都在主人的脚下 主人是实体经济 或者说是上市公司的业绩 只有主人出去登山 这狗才能够跟着跑高 这个时间规律是不会错的 所以除了我的保险公司 在买股票以外 我个人是现在绝不买股票的 但是三年之后 我一定去买股票 我相信那段时间的股票 将会翻了翻的涨 所以把握住这规律 恐怕对各位都是有益 现在做什么 现在要去从房地产 因为中央的老顶老问我 说经济上问题那么大 怎么解决 我说很简单 我说您听过 马三立那个相声 要翻吧 打开一层一层的包装 里边两个字 就是挠挠 挠挠就行 现在我具体的说 就是要挪开 掐住国民经济脖子这只手 只要是你政府不干什么 不需要你干什么 只要你不干什么 经济就会好起来 而现实的数据 有效的 有意地支撑着我这种说法 现在老百姓在限购状态下 还是踊跃的购房 体现了这种民间的购买力量 和民间的投资力量 而面对着中国持续的这种经济低迷 GDP下行 房地产的这种增速 已经明显的成为经济的亮点 我相信由内需 城镇化和改革 这个三大红利 所共同构成的 这个叫做改革红利 将会拉动中国经济 持续增长 这个城镇化 刚才我已经讲了 是我的老同学李克强 在二十多年前 就首先提出来的理论 而在他副总理期间 和在他当总理之后 都是把城镇化 作为中国的最大内需所在 既适应了人民群众的愿望 也是一个现代化的必然趋势 我们经常碰到有些糊涂人 在说 这城镇化怎么能由政府引导呢 这城镇化本来是一个 自然发生的过程 现在有些很有名望的专家 在讲这样的糊涂话 他们不来与中国国情 其实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在发展 是谁在阻碍着城镇化 是谁阻碍着不让农民进程 不让土地周转 恰恰是这个政府 现在需要的是要 让政府把自己做错的事 调整过来 这不就需要一个顶红设计吗 这时候你说 用战争政府了 那谁给你解决 农民进程问题 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谁去解决 这叫解铃海水西铃人 今天的改革 就是把做错的东西改过来 所以进行城镇化 它的第一个题目 就是要强调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而以人为核心 是不是农民没进来 是你政府 用一个错误的制度在捆住人家 不让人进来 所以现在必须要 推动改革 改变这些错误的制度 再一个错误的制度 需要改革的 就是农地的流转 我是多年前 就在不断地向中央提议 要改变这种城市建设用地 单一的供应渠道 因为需求多元 供给却单元 由政府一家单独控制 而它这种争地又不合理的 就通过不合理的规定 剥夺了农民 应当允许农村建设用地 规范的进入市场来流转 我在07年 我所提出的 让农民带着地票进城 也已经被一些城市所惨大 应该说 重庆在这方面 卖出了步子 问题是 它不是一个地方两票 应该是全国通用 这个事一定要在全国实行才行 现在的农地流转问题 已经在五年前被中央肯定了 这些观点不是我05年提出 而是08年国务院 中央就提出来了 接受了 但是还推着不败 还到现在压着不败 这个靠用什么说法 来顶住中央的精神 不推进农地改革 原来是 这个搞中央农村工作的一位负责人 他的这个说法 要给农民留一条退路 占了上风 这位是原来在农村改革出气 跟着我们做了一些好事 但我们没想到 他后来走到了 和农民推动成人化 对立的角度 他只是想把农民捆在土地上 他要保护农民土地 权益这点没错 但是再往前走 他就成为革命的同路人了 他就不是革命动力了 当时我就讲 我说这个说法不对 你给农民留退路 就是不让农民进城 这就是堵住了农民的进路 农民脚下只有一条路 要不往城里走 要不就回农村 哪能是说 待在城里头 还不给人解决 这就恰恰造成了 目前的一个尴尬 农民2.6亿人口进来了 还没有给人解决城里的安家 那么我问他 我说你给农民留退路 请问你改革有退路吗 共产党有退路吗 最近习主席在回答这个问题 说改革没有退路 这些错误的思想 我还原来以为是主管部门 其实我闷得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的 他们这些思想起源于更高的领导层 而现在领导层的思想变了 人变了思想也变了 这个将提出人的城市化 提出了要和农业现代化 和保护农民利益相辅相成 在城市化的规模上 在城市化的这个规模选项 和地域选项上 在国外有大城市说 有小城市说 个别地方有中等城市说 而我们现在取的是综合模式说 叫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东中西部地区 因地制于推进 这就适合了中国的国情 这个一颗讲 此言一出 我觉得那些单独讲要发展小城镇的观点 就明显的就不是我们的选项 而城镇化 在经营城市群体方面 应该说要发挥更多的作用 城市群体 国外提出过 而中国人提出的最早的领导人 我认为是毛主席 毛主席当年说过 两个城市就会连在一起 这句话是当年 他跟万里同志说的 万里同志后来跟我说的 这有专利性 我当我把这句话送给 河北和天津的领导人 他们都很振奋 前不久我跟孙春兰同志聊天 我有把这个话告诉他 他很振奋 这个当年毛主席老人家 就有这样的设想 孙春兰同志跟我说 你看我上任第一件事 就是跟北京签了一个 这个战略伙伴协议 就是要重点把天津和北京之间 作为一个重点开发区域 我说你就选对了 现在关于北京七环的说法 越来越多了 因为北京的新业场建设 将会有效的拉动 这个南部 特别是廊坊跟天津五清区 这两个地方的发展 而这两个地方 都是北京的大后院 相当于西泽西面对的纽约一样 这种城市局里的发展 将会有效的利用土地 选择这样的区域发展 将会对开发界很有好处 因为这样的选项 所以我总结我自己的开发经验 我把它归纳为三种模式 内城模式 贴城模式 离城模式 从字面上就可以很清楚的理解 内城模式是什么 就是 旧城改造 现在很明显的说 就是澎湖局改造 澎湖局改造是旧城局改造里面 最得人心的 最能够占领道德高地的一项改造 而在这个改造中 中房具有特殊的优势 中房虽然现在衰落了 但是当年在我们领导下的时候 在全国开了这么多的项目 这些项目作为老主区改造 都是非常好的题材 因为当年没有别人盖房子 我们盖房子盖到了一环路边上就算圆 现在这些地方该拆了 因为当时都是四层五层六层 没有电梯 没有停车位 没有外向保温 现在很多地方 这个土地严重浪费 需要把这个五六层 变成二十五六层 这个贴城模式是什么 贴城模式最典型的像 浦东开发吧 当年还不去 上海人不去 上海非得给蓝硬户口才去 那么现在浦东就发展起来了 而在这个贴城模式方面 现在在大城市周边 做一些大盘项目 这个将是有利的 大盘项目不可能在室内 旧生改造 你没有这么大的体量 而贴城模式的话 兼具离城模式和内城模式的优点 当然相对来说 也有他们两者的缺点 它是在用孤独模式 离城模式就是卫星城 就是跳出去建设有城镇 因为现在人们把这种方式 说的很过分 这是很需要的 这种做法风险其实挺大的 它缺乏这个进进式的支撑 我们做的这些项目 虽然漂亮虽然漂亮 但是现在也不太好慢 其实离我们这个地方开车 只有50分钟就能到的地方 那么欧洲人最喜欢这样的地方 我们也看好未来 所以这些地方未来都是这个小城 开发的好地方 这个讲完了 这个住房和汽车两个增长点 我再额外加一个增长点 这个通航飞机啊 我相信未来会成为中国人的购买热点 为什么 因为最近我到中航 我跟中航的人去研究啊 他们把美国的西约公司收购以后啊 这个我们中国人150万人民币可以买六座的飞机啊 四座的100万 两座的只有60万人民币 这个我想一般中等家庭就可以买得起了啊 螺旋讲的啊 甚至安全道可以上面带一个降落伞 把整个飞机吊起来 非常安全啊 未来他一旦能够进入中国的这个低空领域啊 将会使得老百姓的生活半径 从现在汽车能够延伸到的100公里左右 一下子延伸到600公里左右啊 这样将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啊 原来我们一直说老百姓的消费 一直是三大件 怎么变成两件了 后来我们终于找到这第三件了 原来第三件是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 那么很可能这个通航飞机就是兼具着两者之间的啊 这样优势的一种新的产业 呃 成真化早就被这个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斯称为 是对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之一 而中国的成真化会拉动中国经济和失业经济啊 会拉动多少年呢 会拉动几十年啊 所以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动力 而这些业务都落在我们这些人身上 房产税现在争议纷纷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啊 其实房产税是我们这些人提出来啊 提房产税的原因是因为城市老百姓有了房 而当时的和现在的制度啊 却是依赖地方政府的资金不能够通过房产货责 却通过土地财政 而土地财政的比重达到50%甚至达到72.4% 恰恰和国外的这个房产税占到了70%左右相匹配 说明啊 这个国内国外地方政府的收入啊 主要还是来自土地 但是获取的方式不一样啊 人家是从有钱人身上征税 我们是从穷人 是从农民身上拿钱 包括08年中央决定农地流转 一直为什么到现在推不动呢 原来组外还在一个没有完善税制设计 这样你让地方政府没有裁员呢 啊 我们中方公司是最早向中国家提出啊 这个保有税的啊 机构上海最早提出来的啊 当时曾培言副总理啊 把这个意见带到了国务院 结果当时的温总理又把我们的人叫来 在国务院常务会上又给他汇报了一次 而且在当年啊 就形成了啊 这个国国家的 现在叫中央啊 三中全会文件啊 就这时候提出的就是叫物业税 这些年我是物业税的积极的推动者啊 这个我认为应当从小产权来起征物业税 我应当我认为应当用物业税来取代土地财政 把起征点和意义都说得很清楚了啊 其实有些人把它说成是个降房价的东西 现在都明白了 他降不了房价啊 这不过是个忽悠 但是征房产税并不是因为不能够降房价 就没有他的法理依据 他的法理依据是公平论 税制完善论 财政收入论 受益论和资源配置论 这个关于公平论 我后边讲 我在前面再讲几句 关于受益理论是什么意思 就是像交物业费一样的啊 来交物业税 你就把政府看成一个物业公司就完了啊 物业公司管你的绿化保安清洁啊 政府不也是管这些事吗 啊 所以谁交税谁受益 绝不是光是劫富济贫 而现在更需要强调的是公平理论 因为啊 其他人的公平并没有都造成终点的公平 在中国啊 这个现在城市的屏幕风化 有些人很多房 有些人是没有房 有房不是罪过啊 问题是屏幕风化应该通过政府的行为来调解 更加不合理的是发生在城乡之间 现在城市要建设 城市的建设资金哪里来 确实从农民身上拿 通过土地差价 把属于农民的啊 这种土地资产拿到城市里来变现啊 进入城市 这种方式啊 就欺负了农民啊 这我们提出的这些东西啊 被接受了啊 但是这两个试点啊 没有什么普遍意义 为什么 都是给自己出难题啊 就是一部分房子不整水 一部分房子征税 在这方面来周来周去 这个重庆呢 是叫豪宅纳税 上海呢 是叫新房纳税 还说要建立全国联网的个人系统很难 谁让你去建立这个系统了 根本用不着你张罗这件事情啊 按照我们的方式啊 其实很简单 不要忘记了 我们是房产税的引进人 在国外 140多个国家有房产税啊 只要把它学过来就完了啊 非你自己不去学习 非要自己在那创新 这个非要摸着石头过河 你回头看看桥就在旁边 为什么不能够学习国际上的经验啊 来推动中国的这个房产税走顺利的途径呢 怎么顺利的途径呢 有五条 看看这个很好 很好解决的 第一条 就是实际差别税率啊 这个标准税率和优惠税率 对不同的房屋 你比如说70年的土地 你调整调整思路就完了 你给他一定的优惠就完了啊 第二个呢 就是进房结税啊 我不主张是什么第一套房 还是第二套房再征税啊 在国外境外 只有非常少的国家 是第一套房不纳税 多数都是数着房头征税 很简单啊 这个包括在香港 那些住居屋的 40平里的啊 那种住保障房的 有产权的人 他也要交差响 当差的差 发响的响啊 这个天天地 他们也没有什么意见 那么怎么样能够保证公平呢 其实也挺简单啊 就是按照家庭来退税 征稳税以后呢 一个月就是退税的时期 我们在国外生活过都知道 有退税一说啊 这个退税是根据你的家庭 这个条件 包括有几个孩子要供养 有老人没有啊 这个自己是不是在读书啊 是不是在交付着 这个贷款的利息啊 这些都是退税的条件 在美国甚至把你啊 维护这套房子所花费的 你有票的 拿过来也可以折税 就是你啊 维护了你这个房子的增值啊 最多可以退掉第一套房的百分之百 有人说 有人说那既然退掉百分之百 你不争就完了 你不争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退啊 所以这个退税这么个简单道理 到现在为止啊 听不懂 包括咱们的这个 农业税啊 这个农业税取消 倒是好事坏事啊 有人说好事 但是也有人说不好 为什么 取消农业税以后发现啊 原来很多的农民 这是地主了 种地的不是农民 他早已把地租给别人种了 退税便宜了他们 但是中地人得不到补贴 其实这还是一个应当征税 然后再退税 这样的一个操作啊 第四个是到底是按照购置原址还是按照评估值 我不主张按评估值啊 还说要成立三十多个一百多个评估公司啊 你费拿劲干嘛 你这么评估的结果是老百姓包括领导干部都反对 那么我主张按照购置原址啊 就是按照房改价啊 房改价是20万买的 20万的0.3%的优惠值率 就是600块钱 一年交600块钱 他就支持你了啊 房产税就实行了 要知道这个保护积德利啊 是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啊 在改革土地在农村改革初期 是谁说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正是那些涉罪干部啊 他们也贫困 但他们是农民整个贫困群体里面相对一个特权阶层 他们的特权是什么 就是每天晚上多开一个会 就可以多吃一个磨 这个磨就是他的记得意 你改变了农村那个集体经济变成成毛质了 他吃不到这个磨了 他就反对你 后来我们怎么解决的 就是听认了啊 这个或者是叫干部分好地 群众分孬地 干部分近地 群众分远地啊 这种不合理的行为啊 这个没有去制不去制止啊 去放任了一下 所以呢 这个农村改革啊 就减少了阻力 随着时间的延续农村干部的交替 现在早不就不是问题了啊 所以按购置原值啊 是一个办法 你说公平不公平 当然既不公平也公平 说不公平是因为房子那么贵 才交那么少税 但是说公平是因为他本来没那么多钱啊 而且这个人要去世了 或者把房子转让了 不论是继承了还转让了 都要按照新的啊 这原值来计税 这样的话呢 就顶多就便宜他一代啊 最后一个呢 就是要用房产税啊 来解决小产权房的问题 最近又人们都在热潮啊 小产权房的问题怎么解决 我认为只有通过房产税 才能解决 不然的话 你就是把它改成大产权 你也解决不了 国土资源部啊 那个主管的司长是我的学生 那么他说孟老师 我们正在把你的这个当做一个重要的方案来研究 我说这是唯一的方案 因为如果你要非要是 你不解决也可以 你要解决的话 你要变成征地 那么你请问你的征地费用交给谁 农民说这地是我的啊 你应该是把土地征地的费用 更多的给农民呢 地方政府干了半天 最后得得不着什么啊 那么现在已经住上的人也不愿交给你 人家住在这了啊 你又没法赶走人家 所以啊 只有征税啊 这个钱才能够成为源源不断的税源 而受到政府手里 这件事办的才能有意义 当我们想到那个征税的对象 是为了啊 从农民再转到城里人啊 这样我们就会觉得他 他符合道德啊 这个我们中国的社会制度要完善 不是说你说他优越就优越啊 说具有宇宙真理 你这个问题你本身是损害农民利益的 你算什么真理啊 所以我们需要啊 完善这个社会制度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啊 走向伟大啊 复兴的历史进军 而这个我们现在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啊 这个伟大的目标啊 我们现在离这个民族复兴的目标只有几步之遥啊 我们实际上责任重大 从我们在北大下游里喊出团圆起的真心中华 到现在30多点啊 应该说中国的面貌发生很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都是创新取得的 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创新啊 通过创新啊 来实现人们的中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